國道行進間看到後方一輛小客車 從內側車道車速非常的快 但突然疑似失控 整個往外側一偏 原來是他當下是輪胎爆胎了 但前方就怕撞上另外的車輛 只見小客車是緊急回轉 結果這一回轉導致整個車子 撞到了內側護欄 整輛車翻車 這狀況是在今天早上7點50分左右 在國道一號南向的365.8公里翻車事故 證明20多歲的王姓駕駛 疑似是左後輪爆胎 導致整輛車失控 最後是撞到了內側護欄 還好駕駛只有首部插紗 沒有生命危險 而這起車禍也一度造成了交通回堵 最後大概在9點前左右 已經排除了這個事故現場 也要將釐清到底車禍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不過國道警察也呼籲用路人 在上路之前 要確好自己的輪胎狀況 再上車以免發生意外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